嗨,今天做的是巧克力脆皮冰激凌 除了传统的雪糕样式,我又添加了改良的儿童版教程 这样一口一个的小方块,孩子吃的再满也不会化掉递到衣服上 而且小小的一个,可以很好地控制孩子的量 他吃一个小的,我也可以毫无作用感地吃一个大的啦 首先我们准备好以上的材料 柠檬汁是可以去腥的,盐大概是0.5克 一小凸串就可以,奶油必须是冷藏过夜的,不然不好打发 第一步,蛋黄加入砂糖和可可粉搅匀 一开始会有点干色,慢慢搅拌后会变成这样 再加入柠檬汁和盐,继续搅拌 到视频的状态就好了,放到一边备用 第二步,把牛奶倒入锅中,加热到边缘开始起泡泡,就马上关火 千万不要烧开,关火后晃一晃 热度均匀以后,再一点点的倒入蛋黄糊里面 边倒边搅拌 第三步,把搅拌好的液体倒回锅中 开最最最小火,加热到80度 不能太高温,会烫成蛋花 我记得最早我做雪糕的时候,就是很担心这种操作鸡蛋会太生 当时特意去查过,好像是到73度的时候,鸡蛋就可以杀菌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这个时期要一直刮底搅拌 不然底部会凝固 到了有蓬松细密的泡泡就马上关火 继续搅拌一分钟,它就会变成这种浓稠顺滑的状态 放凉,备用 第四步,把奶油打发,到这种提起有尖角的状态 再倒入放凉后的巧克力糊,拌匀 装进裱花袋 挤到方块的模具里面 冷冻之后的雪糕是不像冰块那样结实好脱模的 所以不能用硬硬的塑料模具 必须用我这种软软的硅胶模具 轻震一下,然后用塑料刮片刮一下会更平整 这个方子是可以做一排这样的方块 还有一个单独的雪糕 拿去冷冻一夜 第二天再来做脆皮 上述材料加入巧克力溶锅 或是隔热水加热到融化 椰子油不加也可以 加了会让口感更脆 强烈建议把它加上 然后再来把冻好的雪糕脱模 用小刀划一下,脱模会更平整 我用的是这种软软的硅胶杯 捏着沾去会更方便 没有的话可以用普通杯子 粘不到的地方就用勺子淋 不过用勺子的成品不会那么平 这个上面就是我用勺子淋的 其实也还行 全部做好的冰淇淋必须放到油纸上面 不然底部容易粘住不好拿 再去冷冻十分钟定型 这样就做好了 小方块夏天很爱画 操作的时候要迅速一些 或者开空调 记得试一下哈